每晚八点聆听读者 人事部面是一个新外角 史蒂芬 史蒂芬双眼臂蓝 压麻色头发 盖过耳朵 身高一米七左右 穿着衬衫和黑夹克 一条宽松牛仔裤和黑色运动鞋 他身材比较胖 但和每个人微笑握手 很绅士与亲和 他来自英国威尔市 拥有教学经验和TEFL证书 发音纯正 有一套教学方法 在国内完全可以胜任一名外角工作 人事部同事很喜欢他 但在演示课环节 他巨大的腹部 自爱他蹲下腰 拿道具 以及和坐着的老师互动 场面僵持了一会儿 他改成让别的老师帮忙 并重新在黑板上版书 最终 史蒂芬没被录用 一个来自加拿大 自力虽浅 但身材苗条的女外角 很快入职 我问人事部同事 为什么不给史蒂芬一个机会 他很有资格 很优秀呀 同事说 女外角身材那么好 也很优秀呀 你看她的小腿肌肉 一看就有健身 体力充沛 学习力强 课堂一定生动有趣 这个以貌取人的时代呀 作家胡塞尼说 美貌 是个巨大而不当的礼物 来得既任意 又愚蠢 总认为 人事部同事 就是看中了 女外角的美貌 才放弃史蒂芬 多么愚蠢的决定 接下来的情节 让我明白 先入为主 是多么可怕 史蒂芬后来 去了另一家机构 一个前同事 与他共事 差点被起出心脏病 史蒂芬有酗酒的习惯 一旦喝酒 第二天起不来 临时请假 或干脆矿班 一个月总有几次 让和他大课的老师 心惊胆战 家长频频投诉 这边入职的女外教 培训了两星期后 快速上岗 每次都会提前 来和中教老师备课 用丰富的游戏 达到教学目标 因活泼幽默 课堂游戏丰富 他很快 被孩子和家长认可 备受欢迎 老师们都庆幸 遇到这么好的外教 人事部同事说 哪是幸运 是我慧眼识人好吧 漂亮的脸蛋 是天生的 但身材 却可以改变和控制 这个女外教 样貌一般般 但身材极好 非常健美 一定是对身材 进行了严格的管控 管理好身材 需要实现 精力 意志力 他一定是个 有计划 有毅力 有坚定目标的人 这才是优秀 况且 好的身体 才能适应需要 蹦蹦跳跳的课堂 史蒂芬 看起来 证书和经验都有 很优秀 但这才是 肤浅的判断 经验可以学 证书可以考 但好的性格 和意志 很难塑造 判断一个人 最快速的方法 就是看身材 越优秀的人 身材往往越好 越优秀的人 身材越好 公司有个 减肥成功的女同事 身高1米58 体重44公斤 是那种健康的精瘦 她每天严格控制 摄入的热量 睡前练半小时体能 她的口头禅是 控制体重 方能控制人生 她优秀吗 当然优秀 因工作目标清晰 效率高 管理能力强 在公司工作一年 她就晋升为主管 年会上 上司Andrew对她的评价是 有强大的自我管理能力 目标坚定 身材好 氧气少女 优秀的人 内在表现是 自我管理能力强 外在的呈现 则是 身材好 此前 某地明办小学 招生面试家长的 新闻大获 据称 在某校 幼生小面试中 不仅孩子要考试 家长的学历 职务 智商 身材 也要接受检验 家长身形肥胖的 会被认为 自我管理能力不强 无法通过面试 身材肥胖 是自我管理能力差的体现 举目望去 国内外的大部分名人 不论是演艺圈 文学圈 还是政治圈 身材都很好 自前 《妖猫传》里 张雨琪的好身材 再次被热议 看她的微博才知道 她是个氧气女人 每天跑十公里 保持运动 火了几十年的刘德华 尽管已过六十 但和刚出道时比 身材没变 仿如少年的身材 背后是几十年 严格的影视管控和锻炼 畅销书作家村上春树 每天跑十公里 不但把跑步这件事 写成畅销书 当我谈论跑步时 我在谈论些什么 那张赤着膀子 露出肌肉的跑步照片 也激励了很多写作者 让一大批写作者 从椅子前走到户外 普京和奥巴马 都有健身的习惯 媒体在报道 他们繁忙的政务时 也常常为这两个总统的 建媒体破点赞 他们身为一国领导人 非常忙碌 但普京坚持跑步和游泳 奥巴马 每天健身一小时 他们优秀吗 当然优秀 他们身材好吗 毋庸置疑 一个具备坚定目标 和强大自我管控能力的人 不管工作多么繁忙 他们依然能有条不紊地完成它 同时也不忘记在身材上进行管理 身体是革命的本钱 强大的自我管理能力 让他们在时间管理 精力管理和身材管理上 都尽心投入 回报自然是丰盛的 他们在从事的领域 绽放光芒 年轻的体态和身材 为他们提供了更好的战斗状态 作家严格林 今年六十岁 但看起来比实际年龄 年轻许多 记者采访他时这么形容 他的皮肤状态极好 身材轻盈笔直 他对自我的管理要求极为严格 每天坚持早上写作两小时 天王老子也别想打扰我 除了上午写作 严格林还坚持下午长跑 常年游泳 极为自律 他出版了很多发人深省的小说 无数的优秀作品在海内外畅销 很多作品都被知名导演买下版权 拍成影片 登上荧幕 年过半百的他在讲座或发布会现身 常常一席优雅长裙亮相 体态轻盈 和年轻时当芭蕾舞文艺兵的身材 无异 一天的美丽可以维持 而几十年的美丽背后 全靠日复一日的点滴来坚持 就连在餐厅等人的时候 他都会抓紧时间做平板撑来保持身材 是 保持好身材本身就是一种战斗力 一种强大的自我管控能力 他说写作之于我是一种秘密的过瘾 瘾就是一种超乎正常的生命度 达到这种生命度 安全又不爱别人事的方法挺多 但这些方法的假象是受罪 巨大的甜头就在那一点苦头后面 比如我酷爱长跑 要的是那终极的舒适 但那舒适的穿越 几乎是以垂死的状态去获取的 为了过写作的影 他愿意超乎生命度的受罪去达成 这种极高的自我要求和管理 让他在写作的领域颇为杰出 更让他的身材保持如少女般轻盈 有人说重要的不是你几岁 而是你看起来几岁 看起来的年龄除了脸蛋 还需要身材 我曾经的上司是个非常喜欢运动的人 他总是背着包 里面装着电脑和运动服 一次聚餐 都是海鲜和烤肉 同事们开始狼吞虎咽 他只吃了一小碗饭 和一些菜后便停快了 大家劝他多吃点 他说已经吃饱了 一小时后约了人打球 有同事调侃 知道你是个计划好了 就一定要达成的人 坚持运动 怪不得身材好 这里的身材好 不是瘦 是身材匀称称 健美 体脂率较低 穿业好看 也有人调侃他 你那么出色 主要是年纪也不小了 应该多放点时间提高内涵 不能老实去打球健身吧 上次笑笑 回来教育我们说 一味标榜内涵 而护士门面 也是一种肤浅 如果你要证明自己的优秀 不管三七二十一 要先改变自己 改变外形 再去和别人强调内涵 后来 上次的职场晋升之路 自然要比其他部门经理 走得快 是不是身材好的人 才优秀呢 不 应该说 越优秀的人 身材越好 身材好的人 他们会对自己的时间和体重 进行长线管理 如同眼隔铃 如同我的上次 他们做好了随时出发 随时工作的准备 不论是穿上正装去工作 还是穿上休闲服去度假 或是穿上晚礼服去复宴 他们的身材都是可战斗的 年轻状态 他们比一般人目标更为坚定 自我管理能力更强 也更能坚持 当然 比其他人更能达成目标 更为出众 同时 身材也更好 所以 你想要变得更为优秀吗 那么从现在起 进行自我管理吧 管理好时间 管理好精力 管理好身材 他们 会替你说明一切 以上是今天和你分享到的文章 我是主播杨柳 感谢收听读者 我们下期再见 晚安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